2022年3月23日,D社发布了即将于2022年4月8日播出的10周年线上演唱会,Defense Star的预告片。 预告片与艺人表演片段为特色,除了精彩表演外,还可以看到偶像们的团体标志和成员姓名。 虽然乍看还不错,但眼尖的Wance们立刻发现,电言不在Twist的真容中,同时电言也没有出现在Defense Star的惊态海报中,而Twist的其他表明成员都出现在了海报上。 事实上,电言因为恐慌症和追尖版图书,还在修养恢复身体中。 虽然他参加了一些Twist的活动,但仍有一些活动他选择不参加,比如此次的在线音乐会。 但是D社将电言名字拍出在宣传材料上的行为,还是极大的激怒了Wance。 他们指出,Twist将永远是9个成员的完整体,即使有成员没有参加特定的活动,拍出其中一个是非常不尊重的举动。 许多粉丝要求D社更改Trist的预告片部分,他们还要求编辑静态海报,恢复定言的肖像。 Wance们还在推特上发布了D社Respect定言的话题。 该标签目前在推特上,已经有超过12700条回复,不过D社尚未对此作出回应。 爱的韩社,美丽姐说最下韩瑜,欢迎订阅和订阅哦。